许可 干嘛呢 看不见啊 做饭呢 怎么说啊 这是二叔 没事 做饭呢 我看你像捣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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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二叔 你们怎么了 爷爷 我爸跟我二叔喝酒了 我知道了 我跟那儿呢 你去 你不管管他们呀 以后啊 喝点不爱的 别喝这么高 跟孩子们跟前啊 好歹也是当爹的 都快没样了 咱们家没 你想说咱们家没酒 有 以后就有了 咱跟家喝 对 跟家喝 得 我快没用了 酒是要银子 快坐下吧 坐下吧 一天不见 不认识了 我 我打人不对 你 还离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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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他们俩醒醒酒吧 都这样了 还能聊什么呀 还怎么样 你喝了多少这是 喝就这样 爸 又喝高了 我说你 你就不能停一会儿啊 转到我眼都花了 我就不明白 喂 你怎么能像没事人似的 你就不担心呢 谁说我不担心呢 可你在这瞎转又管什么用啊 我倒想过去看看 你又不让 这个时候当然不能过去了 说到底 这也是俩孩子自己的事 咱们说多了 反而于事无补 我 那就这么干看着 来来来来 你过来你过去 一天我跟你说 我看啊 如云跟老二那样 八成的谈崩龙 你判那样好不行吗 管咱俩判管什么用啊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两口子就这么散了 对这个结果啊 咱们夜里我思想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他们散 对 你嫌弃我 你嫌弃我 我不喜欢闻酒味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一直就嫌弃我 不管我喝没喝酒 你都从心里排斥我 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 你这么大喊大叫的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想把这么多年憋在我心里的话 全都说出来 不管以后结果如何 我都认了 好吧 你想说什么 那你说吧 我早就知道 我向你求婚那会儿 正是你那个发小 跟你分手的时候 他走了 出国了 远走高飞了 把你甩了 在你最空虚最无助的时候 我傻乎乎的出现了 及时的填补了 你情感上的空白 这么多年 我不过充当的就是 你感情的一个符号而已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许伯涛 你这些话正好用来形容我 我才是跟一个符号 生活了十几年呢 这不怪你 是我错了 一个符号怎么可能爱我呢 谁听说过一个人被一个符号 被一个斗号 句号 删减号 省略号 挨一辈子呢 我傻不傻呀 我窝囊不窝囊啊 你怎么不笑话啊 我多可笑啊 行了 你不要再说了 等你酒醒了以后 咱们再谈吧 不行 你想干什么 非得今天解决吗 对 今天解决 那好吧 你说吧 怎么解决 我听你的 你不是要离吗 离吧 这可是你说的 对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我真是自欺欺辱 什么意思 我不愿回来 是大嫂骗让我回来 没想到回来是这样一个结果 听一个罪汉讲这些侮辱人的话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你回来也是不情愿的 是 我不情愿极不情愿 而且我现在非常的后悔 你可以走啊 现在就走 不用你干我 好 明天接到半日入见 明天接到半日入见 如云 爸 你吃饭了 你去哪儿啊 妈 爸 对不起 我 如云 你 她要离婚 这 你跟她谈了 没容我说几句 她就依靠要离婚 这个老二太不像话了 高高 你把她叫来 我有话说 如云 你等等 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走 都坐下 谁也别站着 看起来 我想把全家聚在一块儿 过几天踏实日子 想几天天伦之乐 我又失败了 做不到啊 爸 您别这么说 老二他们俩正在气头上 等萧萧今儿再好好谈谈 说不定是另外一个结果呢 是啊 爸 您跟妈 您跟妈就别为这件事操心了 不是还有我呢吗 你们听我爸话说完 我今儿不打算说谁 更不打算劝谁 我就说这么四件事 说完了 你们想怎么样都行 第一件 我跟你妈都到这岁数上了 还能图什么 就图个全家和睦 心情愉快 现在老二两口子要闹离婚 说到底 这也是你们俩自个儿的事 得你们俩自个儿去办 我跟你妈希望的是 你们俩办这个事的时候 给我 跟你妈 给我们这个家 给你们的儿子许愿 给你们日后 都留上那么一点余地 别把事都做绝了 能答应我吧 我再说第二件 你们要是离了 也应该做成朋友 别不成亲 便成仇 你们中间 还有许悦呢 许悦不管跟你们谁 你们都不能让我孙子 受半点委屈 不然的话 别怪我找你们俩算账 来 爸 第三件 要是离了 老二就成了一个人了 他要是一个人过得憋屈 找在你们谁头上 你们都得接着 就跟在我这儿一样 听见了吗 我 现在我和你爸还在 你们得照你爸说的做 以后 我和你爸要是有谁先走了 你们一个个的 都得像我们在的时候一样 不能让老二耍了单 听见没有 喂 妈 有我们在 您跟爸就放心吧 第四件 就是你 如云 你就是跟老二离了 你也是许愿的妈 在我眼里 你仍然是我们许家的人 这个家的门 永远向你开着 这间屋子里 也永远 有一个你的位子 你随时可以回家来 谢谢 爸 妈 爸 爸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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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 都吃饭去吧 爸 我看你的 去的 那个 其实 在这边 你偎让我吃不了 有一个 的 你 对 都要吃了 这饭怎么吃呀 我做这种饭容易吗 如云 大嫂 别送我 大家还等着你吃晚饭呢 没事的 大嫂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 要给我交代的 我觉得 你们俩这事 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 许愿的意见 他是你和伯涛的孩子 是你们家的一份子 他从来也不关心我们 跟我们就像隔着一堵墙似的 他已经懂事了 不管你俩结果怎样 这个时候 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这也是对他的尊重 不然的话 将来他会埋怨你们的 好 大嫂我听你的 大嫂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又见外了 直说 我不想再跟许伯涛联系了 麻烦你问他一下 定下来什么时间办手续的话 请告诉我一声 光听说谈恋爱 有人帮着传话的 还没听说过 离婚也让人帮传话的 你不想帮我吗 怎么会呢 你放心吧 我帮你传话 如月 爷爷说那四件事 你可要放在心上 一 要留于地 二 不要亏了许愿 三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接着许伯涛 四 许家仍接纳我 我记着呢 真是好记性 比我强多了 有需要我的地方 和以前一样 随时打电话 你 你怎么回屋来了 你宣布完开饭 自个儿倒走了 让孩子们 怎么吃 跟饭桌边上 没法想事 我在琢磨 老二他们俩的事呢 你看你 光光光说了四件事 好像老二他们 就非离不可了 看他们俩现在那劲啊 就是非离不可 这件事啊 咱们得用发展的眼光 向前看 你怎么做上报告了 做报告干嘛呀 哎 这倒让我想起 制街子来了 哎呀 他们俩这事都把我急死了 你怎么倒想起 制街子来了 你说说 人要长街子 什么时候最难受 你急死我了 你个老头子 你说点正经的行不行 哎 我这就是正经的 我跟你说啊 人要长的街子 往外长那会儿最难受 又红是又肿 又疼又痛 那会儿啊 你上什么药都没用 压不住 那怎么办呢 得上拔毒膏药 把里边的毒 都给拔出来 等着街子露了小白头 也不疼了 那时候上不上药 也就那么回事了 就等着好了 眼前老二两口子的事 就像这制街子 现在这个街子 正长着呢 拦不住 非发出来不可 那干脆就让它发 发完了再制 那就眼看着 他们俩离了 这事啊 就像老大吃制一样 咱拦不住 可事后可做的事情 那就太多了 人都说啊 破境难远 我觉得啊 老二两口子将来啊 会破境重远 你有这把握 老二两口子的问题 是性格不合 两个人啊 都没有学会理解 和体谅对方 等分开了 这种需要 会立马变成 最重要的东西 这两个人啊 又都没有所谓 第三者在身边 急催硬扯的 到时候 咱们就接着 拿我说事 把他们再给缝回来 听着还行 那就直当一做 你就听我的吧 我还是要眼子 我还是要眼子 打扯的 都没有 我还没说 有一点 你要不要 都没有 怎么这样 又怎么这样 都没有 到时候 你也不希望你爸爸妈妈走到那一步吧 那你就告诉你爸爸妈妈你的感受 他们会听你的 妈 快帮我盛饭去 你就不能回头再做思想工作呀 许可 你怎么那么没人情味啊 一点不像做姐姐的 许愿现在遇到问题了 打过城坊自己尝行去 是 是爷爷让我叫你吗 许愿 咱们先去吃饭 回头找个机会 跟你爸你妈好好聊聊 我不想知道 我妈没带我待着别扭 许愿 你都是大孩子了 要懂事 爷爷奶奶等着呢 全家人也等着呢 你好好的 爷爷奶奶见了会舒心的 明白吗 走 不思许 我想那给你吃饭 要好吗 不思许 闻了 不思许 别搭上这脸了 今天不全是不高兴的事 你们看 我孙女做了这么一桌子菜 你们可得多吃点 还唱谁啊 老五怎么还没回来 爸 实验还没完呢 平常你们俩都是一块 通出通入的 今天你怎么先回来了 别在哪儿不舒服吧 瞧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没什么 大概是没休息好吧 那吃完饭赶紧回屋休息吧 知道了 妈 这个老五真够呆的 您自个儿媳妇不舒服 也不知道早一点回来陪着 不怪他 妈 时间太紧张了 现在像你这么理解丈夫的媳妇 可真是越来越少了 妈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呀 今天我憋的话就想说话 徐哥 你将来找对象啊 别的不妥 一定要找一个能听你唠叨的人 听见没有 奶奶 我谁都不找 就拉到爷奶奶身边了 要听就听爷奶奶唠叨 这孩子真会拿话填话人 他跟他妈就这么说的 爸 吃吧 吃吧 这都是我做的 爷爷 能弄筷子了吗 吃吧 吃吧 老爷 姥姥 大舅舅 大舅妈 二舅舅 小舅妈 妈 姐姐 哥哥 我回来了 全家人哪 就小青叫人叫的溜 你爸爸呢 报告老爷 我不知道 我爸呀从来都不听我指挥 爸 黎萍说今天加班晚点回来 看你们一个一个忙的 那黎萍的工作是不是没点啊 可不是吗 他们公安局哪有点啊 我姑父不会也有什么别的情况吧 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不就瞎说着玩呢吗 您这是打我吗 这种事情有能胡乱说 一点扎叫没有 您这话可是把这一大架子人都饶里边去了啊 嘟囔什么呢 没什么 为什么都没说 爷爷 您快尝尝我做的菜 爸 妈 大哥 大嫂 定位 老爷 我爸也必须叫那么全吗 你贫不贫呢 吃饭 你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啊 今天有个案子路远 回来得晚了点 以后回来晚了 给家来个电话 你没跟爸妈说啊 说了 妈都问你一句不行啊 瞧你 谁说不行呢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你们先吃吧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大嫂 四哥 车在这儿怎么了 没什么 有点不舒服 你快进去吧 大家都等你呢 好 爸 妈 爸 妈 大哥 二哥 嫂子 姐 姐夫 姐 停了 快坐下来吃饭吧 小青 你看不光你爸叫的全吧 老爷 我吃饱了 能出去跟我姐 我哥玩会儿吗 行啊 走 许 我们出去玩会儿 阿淑 让一下 谢谢 谢谢二哥 不是你教的吧 我教的 没有啊 许可 这孩子 将来像你 他 像吗 学呗 那将来又多了一个像大哥那么有福气的人 那不一定 他说了他不嫁人 老五呢 就生老五了 小彩 您还好吧 没事 这个老五 有点不像饭 自己媳妇都这样了 也不知道 关心一下 爸 我真没事 爸 吃完饭再说吧 我老母子 我阿淑 我 阿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对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晏 你爸你妈要是真闹别扭 你打个怎么办呀 他们要闹 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你跟谁呀 谁也不跟 我一个人在学校待着 别啊 那你回咱家不就完了吗 就是啊 咱们家你可别不回啊 还有我跟小青呢 就是 还有我跟大姐呢 其实我心里明白 我爸妈早晚得有这么一天 不管怎么样 也别影响了你学习啊 就是 我还想抽时间让你给我补补课呢 那你就给我发短信 我随时回来 太好了 这些天 让人操心的事真不少 你看你看 这白头发都多了 我看 是不是 别动 这儿了 你拔的事你说一声 你疼死我了 要美啊 就得忍着疼 这叫代价 你看这儿呢 算了算了算了 别拔了 自然规律 随他去吧 看什么呢 是我脸上的褶呢 说哪儿去了 你在我眼里啊 跟二十年前没什么俩样 你可真会说瞎话 能一样吗 真的 没什么俩样 快撒手 又让许可看见了 看见就看见 要不会没他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脚也泡了有日子了 管用吗 你问我啊 我说管用不做书 因为我压科没什么大毛病 这药啊 拿到临床上去用 那才知道是不是有效呢 那可麻烦了 又得报药检 又得不审 举审的 没日子了 对机会呗 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你说 老二他们俩的事能像你说的那往下走吗 找你之后问的 这点信心都没有啊 哎 你别老站着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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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他们俩的事啊 叫火车道上跑火车 怎么讲 快慢不一定 方向绝不偏 能像你说的那儿就好了 哎 又爱生太气的 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我就不信你不惦记着孩子们的事 蒙谁啊 哎 对了 老头子 啊 你说赵蚕是不是怀孕了 看着像啊 太好了 啊 好事啊 大好事啊 老五中年得死 咱们许家孙子辈就齐了 哎 你皱眉头干嘛 这我就不明白了 张彩这孩子怎么不跟咱们说呢 是不是老五不想要孩子 这事儿 老五说了不算 干嘛不要 你想说了算哪 你也太高估自己了 这几个孩子里头 但凡有一个能听你的 也不至于让咱们俩这么操心啊 又烧上我 你有完没完 踩着尾巴了 我说你有完没完 真生气了 那我就不说了呗 你明天就炖点鸡汤 咱们给赵彩送去 顺便也让老大老二和老五 都喝一点安安神 就咱们家那锅 够分的吗 你屁ills 来 吧 你屁ills 今天 啊 噓 呢 哥 wspól 徐燕 你睡了 我睡了 爸 你有事兒嗎 沒事 就是看看你睡了沒有 按福音 你往 这边往上一点 你有点准行吗 在下学艺不经 夫人多多包涵 如今在下市出门没工作 回家没地位喽 知道这屋里谁是老大了吧 早就知道 出了这门我是老大 进到门里您是老大 知道就好 对我好着点啊 否则的话 本夫人致你大不敬之罪 遵命夫人 谁啊 是我大哥 老二 来了 没打扰你们吧 怎么了 变这么生发 进来啊 不了 我没什么事 就想跟你聊会儿 好吧 那出去溜溜 好 等等 外边凉 一人一见 你走了 咱俩大晚上出了溜溫 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 幸亏有你在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找谁聊点 大哥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大哥 该说的话你都说在头了 什么都甭说了 往后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办手续去 我还没想好呢 还没想好 可你的话已经说到头了 可爸说的四件事 头一件事我就没把握 什么叫留有余地啊 依我看 爸说的留有余地 有两层意思 一是给爸妈的留点余地 要不然爸妈心里过不去 再给爸 挤出个三长两短的 那就麻烦了 二是给你们俩自己留点余地 别把事情做绝了 万一有一方想回头 都没机会了 有一方想回头 不可能吧 离婚的日子你一天也没过过 你怎么会知道以后的事情 离不离 对我来说没有多点差别 差别大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又没离过婚你怎么知道 想知道毒药能毒死人 不一定非得自己拿嘴是吧 多少人都那么过来的 你跟盘仁有什么不同 你比别人多长一个脑袋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 你是不是有均匀银行吗 我都被你帮过